夺冠了,梅西收获了职业生涯第44个冠军奖杯,凭借着这个奖杯,梅西超越了阿尔维斯,成为了国际足坛夺冠最多的球员,没有之一,带领于南的麦阿密国际夺冠。 梅西让麦阿密国际的球员过了一个非常梦幻的夏天,在梅西来到之前,沮丧和失败伴随着他们,站在场边的贝克汉姆也总是以穿自眉出现,而如今的贝克汉姆天天在场边和妻子维多利亚喜笑颜开。 帮助球队夺冠,麦阿密国际可以拿到一笔四千万美元左右的奖金,梅西个人也可以拿到一大笔奖金,不过显然梅西并不在乎奖金,因为过往梅西都会把奖金分给后勤人员,如今的梅西在乎和享受的应该是比赛的感觉。 而有趣的是,在赛后,梅西的妻子安东内拉也是妥妥地抢劲了。 为什么呢?在夺冠后,安东内拉也是第一时间找到梅西,把梅西的鞋子拿走,这也让很多球迷好奇。 安东内拉为何要这样做呢?其实答案很简单,首先是这双球鞋见证了梅西来到美国的第一个冠军,对于梅西有很大的意义。 而如果安东内拉没有提前找梅西拿鞋,就梅西老好人的个性,肯定会被队友要走。 要知道,此前一双梅西青签的博冠球鞋就被拍卖出了17万美元。 第二个原因是,这双球鞋有安东内拉和孩子们的名字和生日。 梅西习惯把这些鞋在球鞋上陪伴他一起战斗,在梅西球衣和球裤都保不住的情况。 安东内拉肯定会保住有家庭因素的东西,拿走了梅西的球鞋。 当然这还不是安东内拉会抢劲的原因。 安东内拉在场上的两个举动也是被很多球迷点赞表示乔治娜永远比不了。 什么举动呢? 第一个举动是在夺冠后。 作为鞋内助的安东内拉上传了一张和布斯克茨妻子合照,并且佩文一起在拿一个冠军在夺冠的时候,成为太太团凝聚的所在。 安东内拉的作用也会让梅西在迈阿密国际待得更加的愉快。 第二个举动是等待梅西庆祝的安东内拉。 在梅西夺冠后,安东内拉并没有冲到梅西的面前去抢劲。 安东内拉站在一边看着老公。 直到梅西庆祝完来到了安东内拉身边。 两个站在场边老夫老妻聊起了家长里短。 这个画面就像那一句歌词。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或许梅西和安东内拉真的可以做到。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